北海是所以成为旅游城市 淫滩的功劳很大 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阔度比降只有千分之五的沙滩 是天然的减速带 足够让前浪和后浪都变得平和起来 不远处的海岸是另一番热闹景象 潮水退去 贪图成了沙蟹的餐桌 这场盛宴将从傍晚持续到凌晨 为了美食 沙蟹甘心熬夜 不巧的是附近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 单纯与沙蟹比速 人类并非胜权在握 利用强光吸引沙蟹 则让捕捉轻松许多 从手电孔到无人机 赶海已经变成了河家欢的游戏 晚上的乐趣也远远大于了收获 开游前的桥港码头 主角是这些身材娇小的船只 两千多艘船依靠他们为即将开始的远航做准备 远兵船能够随时为远离码头的渔船补充冰块 一艘出海十几天的渔船 最多会准备数十吨的冰来为渔货保鲜 渔民们期待收获能多一些 自然愿意多装一些 缺点物资也别着急 水上商店的货品一应俱全 送货上门是他们的服务理念 实在有点急事 坐上小船出门最方便 时间已到 今年开渔 对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渔民 这不是离家的远航 而是一场静寂的入场 用力船头 开拓冒险的基因 让人向往海洋 迎风向前 生活的起点就在海洋深处 开渔季的海鲜市场热闹 往往从凌晨开始 黑夜中 光影交错 投射出专属于沿海城市的烟火器 长长的码头铺满了各色海鲜 无论是小虾还是大鱼 你都能在这里找到触动味蕾的仙媚 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 看一看价 总能达成共识 更多的量货甚至没能到达市场 刚一上岸就被顾客截胡 秋季第一网的仙媚 谁不想快点尝到呢 广西的海岸线 美貌与实力并存 乘坐这艘超大型船舶 矿石原料即将抵达码头 他们将在眼前的钢铁基地里 改头换面 智慧技术让钢铁工人 告别了大汉淋漓的生产方式 远程遥控操作 既保证安全也提高效率 按照人们规划好的成长线路 矿石原料就地变身 新鲜出炉的优质钢材 他们不会久留 铁路砖线和远洋货轮 已经准备就绪 经过淬炼 这些坚韧的好缸 需要赶紧去往那些 等待他们的地方 从河口出发 飞过壮阔的海上牧场 欣赏火山与海浪 耐心雕刻的作品 聆听蔚蓝深处传来的金歌 早在三百多年前 青州的人们就发现 乳海口是大好生长的最佳地点 河水冲淡了海水 配备出适合大好生长的盐度 海水里丰富的浮游植物 则为大好提供养料 哪里的养料丰富 好派就去哪里 为了养出更肥美的大好 养好人每年都要跟着大好搬几次家 清晨出发 开足马力 声势浩大的搬家 拉开帷幕 小的好派 两艘船便可移动 大的好派 则需要更多的船只 共同协作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养人数十里的豪排 将整体向外派 移动超过二十公里 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